大家好,我是钥匙先生 今天是2019年11月6日 今天我们讲什么话题呢? 我想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中国公寓行业的第一家企业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事情 在昨天的这个时候 清客公寓也就算是美国的5号 在美国纳斯达克正式上市 那么这个上市呢 它是采用所谓ADR的形式上市的 可能不熟悉美国的朋友呢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ADR 所谓ADR呢 就是中文名字叫American Deposit Receive 它是用于什么呢? 它是中文名字叫美国预权证券或凭证 为什么会有ADR呢? 因为一般来说 美国的只有美国的公司 才能在美国上市 如果是美国以外的公司 而美国的投资者 投资美国以外的公司 没有办法获得保障 那么所以呢 他们就采用一种新的方式 为了使到公司的投资人 获得保障 它把整个比如说 清客是开慢注册的公司 把整个开慢注册的清客的股票 放到一个预存银行 或者是预存机构 比如这预存机构 拖管了这个百分之百的股票 然后以每一个预某一些股份 比如说实股 发出一个预托凭证 然后在美国市场发行上市 那么这个ADR呢 是一种境外控股公司 就是上市品牌 是境外的一个公司 在美国上市的一种方式 那么今天我们讲讲清客 讲完这个所谓ADR的背景 那以后大家都知道ADR是什么东西了 好 那清客呢 是其实咱们中国 只有中国有的 其实比较奇葩的一个 也比较特别吧 不能说奇葩 一个公寓租赁公司 它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讲公寓租赁呢 因为钥匙先生呢 我在2013年就开始 从事长租公寓 所以应该有一定的资格去发言 公寓的长租公寓的运营模式呢 分成两种 一种呢 是它是 它是我们叫做集中式 什么叫集中式呢 它是拿一栋大楼 统一的进行管理 统一的进行改造 那么然后向业主租屋进来 然后到像散户出租 这叫集中式 另外一种呢 叫分散式 所谓分散式 就是说市场上 有很多的物业 这些物业呢 就是这些物业呢 就都是由一些私人的投资者去持有 然后就有个运营公司去跟私人的投资者 说我来帮你出租 要签下长约 然后基于这个长约 再分租 把房间 把房间进行切割 比如说客厅 可能会改装一个房间 然后把这个房间再切割 租给一些单身的这个客户 就像我们在美国大学里面 或者是国内城市里面一些合租房 每人住一个房间 那么这个模式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呢 这个模式呢 其实是2013年WeWork 产生出另外一个品牌叫Vlive 就开始的所谓co-living 就共享居住的这种概念 但并不是说这个WeWork 产生Vlive以前就没有这种模式 只不过没有人去很大规模的炒作 比如说要是先生我自己的长住工具 就是在WeWork推出 这个Vlive以前就已经推出的 其实只是说 没有把它上升到共享居住的这种 比较概念化的这个模式里面 好 那么今天讲讲青客 那么青客的上市呢 我的观点是 它是失败的 但它就成功的是上市了 为什么说是失败的呢 因为它的集资额呢 有一个多亿美元 缩减到4590万美元的集资金额 那么成销商是两个很出名的成销商投行 一个是摩根斯坦利 另外一个是中金公司 CICC 为什么说是失败呢 因为我们都如果做投行的人士都知道 摩根斯坦利跟中金 它每个单个少于1亿美元的融资都不做的 因为1亿美元以下的融资基本上都是亏本的 那么它两家作为走成销 才卖出4590万美元 这个在我们投行领域是绝对是 绝顶失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基于它融资的金额 和它过去青客所投入的 这个融资和资本来做对比 举个例子 青客 它在2019年 光是这个融资低轮的融资 就融了1.9亿美元 那么它是PE的融资 但是呢 你一个IPO回来只有4590万美元 那你说这个IPO上来有什么意义 那当然有意义 这个意义在哪呢 其实每一个PE跟这个公益运营商 之间都有个对赌 那么如果它能成功上市 至少作为企业家 它是能够对赌成功的 就是说不至于要赔钱 有可能要赔钱就要看估值 但是呢 至少把这个对赌啊 就对付过去了 但PE PE投资青客 能不能够赚钱就不好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青客在过去的成立以来 亏损了25亿人民币 而现在的发行后的总市值 只有8个多亿美元 只有8个亿美元 8个亿美元 就8个亿美元 就8个亿美元 就是大概是60多亿人民币 那么如果股价一旦有什么变化 其实大家都知道股票要抛售的时候 根本是拿不回来的 就是要抛售的时候价格根本就扛不住 所以很难说未来这些PE 在试图在抛售股票的时候 能不能够把这些 这个投资回收回来 好 那么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觉得分成几个 第一个 青客的这种模式 它是一种分 就我叫分散式的 分散式的 你会发现 如果将来你仔细去看很多的工具企业 你会发现分散式的亏损 会比集中式的要高 举个例子吧 青客它如果按照 考虑了会计调整以后 青客基本上是每一块钱的收入 就是最后的9个月 每一块钱的收入亏7毛钱 如果单纯是考虑经营 就每一块钱的收入亏4毛7 那么如果你会看蛋壳 可能会比青客稍微好一点将来 那为什么分散式的 其实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呢 因为分散式的 你需要更多的人去管理和经营 集中式的当然选址比较困难 但是由于每一个点 它需要的人比较少 它可以相对随着规模的扩大 或者越来越进一个较大规模的点 使到人员成本降低 这是一个点 好 那么在这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青客的一些收入的数据 过去9个月 收入是1.15 1.15亿美元 经营亏损是5,436万美元 如果是加上会计调整后的经营亏损 是8,132万美元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呢 是4500万的融资 其实不够它亏 大概够它亏半年 半年都不够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是作为企业家 肯定是觉得心里是比较难受的 好 那么在未来 那当然呢 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它上市了以后 还有点上涨 那么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实际上现在的 纳斯达克的一些IPO是怎么操作的 现在纳斯达克呢 就是很多的公司 你去路演呢 其实很难找到真正美国投资人的支持 通常呢是在如果遇到发行困难的时候 会怎么做呢 他会找一帮投资者 把一些股票corner起来 就是所谓corner 就是把它包销起来 然后呢就是把这些股票 随后慢慢把股票抬高 然后在市场里面派发 这个在中概股里面是很普遍的 那么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在美国很多国会的听证里面 对中概股这种情形 和在有少数人控制的这种情形 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些 有一群中国的这个吵架吧 被美国SEC控告等等这种原因披露了 这种故事啊 这种事实披露了这样的一些背景 那么所以大家未来在投资纳达克要小心 反而是很多时候呢 如果股价完全卖出去的 那股价反而会跌 为什么呢 如果你卖出去啊需求很好 那股价 需求一般般 卖到真正的投资者手里 可能投资者一慌张就会抛了 但是如果你是卖出去给一帮小数的投资者手里 一小撮投资人手里 把那股票corner掉了 随后炒起来的话 反而股票会涨 所以不要以为股票涨 就是发行成功 股票跌就是发行失败 里面有很多的所谓资本故事 那么利用钦克上市的这个机会呢 我想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在公寓投资的几个误区 很多公寓的运营商也会给市场 宣传所谓的交叉销售 所谓的增值服务 但是客观来说讲到最后 公寓还是要靠租金 这是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是公寓的经营 不应该亏损的 甚至一开始也不应该亏损 从这个角度而言 因为我自己是有经验 还有相关的经营数据 从这个角度而言 如果第一个点 第一年不赚钱 这个点永远也不会赚钱 只会亏的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因为公寓里刚装修了以后 它会逐步老化 社区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旁边修地铁啊 旁边加路啊 都会影响你的人流 当你投入的时候 你是按照最佳状态来投入的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公寓投入运营以后 租金可以持续往上涨 这个不存在 第二个就是公寓本来是应该赚钱的 第三个呢 很重要的是 所谓公寓本来应该赚钱 不是说公寓在收入减去支出以后赚钱 而是说如果这样子就不叫赚钱 这叫经营上赚钱 经营的这个经营上的利润是正的 但是不是赚钱 所谓赚钱是你的收入 减去你的成本 再减去你的折旧 再减去你的总部运营成本回收了以后 那个数字我们叫MPAC Net Profit After Tax 税后利润都是赚钱的 这才叫赚钱 还有最后一点呢 就是公寓其实不是模式的问题 也就是说公寓的商业模式不应该亏损 如果公寓的商业模式亏损 其实不是公寓商业模式的问题 而是公寓的经营商罔顾自己的运营能力的情况之下 继续用自己难以在市场上赚钱的模式去经营 导致他持续亏损 而且亏损增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为什么讲这几点呢 因为最近采访我的记者太多了 尤其是钦克工具的上市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干脆就是觉得 不如我们录一个video 把我一些经营对这个行业的一些observation 一些挖掘和发现分享出来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也没有足够的数据是说 钦克它的IPO其实是卖不掉的 或者是其实是corner在小数人的手里的 我只是一个wild guess 就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好谢谢大家